今天早上可以明顯感受到涼意 清晨本島平地最低溫 出現在新北市的富貴角 只有十三點八度 而今天開始 水氣減少 進入乾冷 會一直持續到週五 提醒您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尤其是長者和嬰幼兒 要特別注意保暖 行人披上外套 攜帶雨具出門 大臺北地區本週開始 食糧感受特別明顯 由於封面通過加上東北季風報導 氣象局預估這一波冷空氣的影響 咱會一路持續到星期五 冷空氣影響最明顯的時間點 是有機會落在週三到週四的這兩天 所以週三 週四這兩天的 早晚的低溫要特別留意 可能是這一波所帶來的 最低溫的時間點 這一波冷空氣先濕涼 後乾冷 今天水氣又比昨天少 除了基隆北海岸 大臺北山區 和宜蘭山區還是綿綿細雨外 大多地區都是多雲偶爾出現短暫雨 而中南部則是受到影響不大 仍是晴到多雲的天氣 到了週三 週四 東北季風將明顯增強 藏溫感受更明顯 這也讓賣場的保暖商品 拉出了一波業績 客人有陸陸續續的在問 那就是想過的狀況其實還蠻嚴重的 清晨顯得更有寒意 不過中午升溫較為明顯 各地都要留意日夜溫差大的情形 氣象專家分析 這一波冷空氣低溫 接近大陸冷氣團的等級 預計週六起冷空氣逐漸減弱 各地氣溫將會逐漸回升 記者薛宜嘉玲之間珠鳳之舞齊稱 綜合報導 解另一賣 donn 佛銳 晨